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博文焦点 1月30日美国川普总统在国会 发表了他就任以来的首次年度国情之文 他回顾了本届政府一年来的执政历程 提出了下一阶段的施政重点 川普总统在国情之文中认为中国和俄罗斯 挑战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他将修改不公平的贸易协定 加强移民管控和减税等政策 该国情之文的发布 引起了世界和美国人民的高度关注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普总统的国情之文 下面有请自由至上主义学者 夏宜良教授 夏教授您能否评价一下川普总统的国情之文 川普总统首次发布的国情之文 我觉得从内容和战略思考上 和前不久刚刚发布的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基本上是一个大的目标 相同的这些思考点 这点我是非常赞同 就是明确的把中国和俄罗斯 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个竞争对手呢 就是从战略上来讲 按照过去冷战思维的话 那就是敌人 那现在虽然不用这样敌人这样一个词汇 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 无论是在军事力量的对抗方面 还是说在经济和意识形态 价值观的这种冲突和竞争方面 都是有明确的这种定位 所以呢 讲到这个 为什么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其实从战略上来讲的话 俄罗斯迄今为止 俄罗斯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库 它的海军和空军的实力都非常强 而中国呢 这个有一个庞大的核武器库 同时呢 中国的空军和海军的实力也在逐步提升 尤其是无论是它怎么获得的技术 可能是说是盗窃的 或者是在盗窃的这个技术 基础上有进行研发 开发出了尖石以及其他的一些新型的武器 包括现在正在建设的是航空母舰战斗群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这些在军事实力上的提升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国防的目的 它可能是要在太平洋 以及这个整个世界发挥重要的战略的这种影响地位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按照过去的说法 中国是要这个韬光养晦 按照邓小平时代的那个说法 就是要非常的小心一心一意地搞建设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 这个所谓的和平崛起 虽然口号是有和平两个字 但实际上所谓崛起本身就带有一种超越别人 甚至压制连人的这样的一个意味 Uprising 英文叫Uprising 所以呢 其他的一些小国家 尤其是中国的邻国 根本就没有安全感 比如说像这个菲律宾 越南 这个日本 如果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南海一带 东海一带 有所动作的话 他们都会感到不安 那么所以呢 一方面要求美国要履行战略盟国 同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承诺 尤其是跟有些国家早就有签有这样的相关的协议 包括台湾 包括韩国 所以呢 另一个方面就是说 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 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呢 而以苏联 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 基本上已经 就是分离 分崩离析 基本上已经不再有这样的一个 庞大的军事集团存在来作为对抗 所以现在呢 对于美国来说 要对付几个方面的 这种威胁 或者挑战 就是所以他在国情咨文报告里面提到了 首先提到的是流氓政权 Rogue Regimes 那就主要指的是像朝鲜伊朗 西里亚这样的国家 然后又提到了恐怖主义 然后再下面就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 所以在美国的 这个不仅是总统的眼光之中 应该说是美国政府 乃至整个美国国家 利益的捍卫者们所考虑的 就是把这几种力量 都当做一种敌人的力量 来加以对待 就无论是流氓政权 还是恐怖主义 还是中国和俄罗斯 都是当做敌人来对待 只不过排列的顺序有所差别 夏教授 川普总统上任的以后 其实很多美国的精英层 包括媒体 对他都很不待见 就认为了他在竞选时 说了很多大话 并且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一年来我们发现了 美国似乎在改变 因为川普正在实现他的一些诺言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般竞选时的口号 是没有谁会去认真对待的 但是川普选是不同 并且美国的经济 确实应该逐渐在好转 我看到有一个是参议员 还是众议员 还专门跟他发了一个推文 向川普总统表示道歉 就说听了他的国情之文以后 感觉到自己以前的判断有问题 我知道您是一直在支持川普总统的 您怎么评价这个转变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了解川普这个人 他的一贯的思想和价值观是什么 早在30年前就是1988年的时候 当川普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他就讲到了当时他对美国的一些批评 一些看法 他希望能够改变这些政策 改变这些价值观的方向 那么后来Opera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就是问他说你如果你竞选当总统的话 你会怎么样 他说那个时候还说他说我还没想到要竞选总统 但如果我要是竞选总统要当上的话 那我一定会按照我这个说的去做 同时呢我也会我要竞选的话我就要赢 他说我也认为我能够赢得总统竞选 所以他当时呢还非常的自信 而且他的价值观和他的最基本的一些 包括对美国政治方面的一些批评到今天来看 还是以以贯之的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并没有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可信的 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商人 但是呢在价值观上在政治上理念方面 并没有这个显著的改变 所以这点呢我们觉得他是一个 言行还相对来说比较一致的人 所以刚才呢你提到了说在竞选的时候 他做出的一些承诺 他都正在逐步的实现 比如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会对中国不公平贸易 采取一种惩罚的制约的这种措施 结果他现在一步步在落实 比如说这个双企 这个启动双反调查 就是反补贴反请销的这个调查 启动这个301法案和这个201法案 对中国某些产品和某些产业的 这个专项的整治和惩罚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警示 如果要讲中国没有明显的改善 在贸易结构和这个贸易条款方面 没有明显的改善的话 那么美国要采取一系列的 这个针对性的惩罚措施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美中的贸易战 基本上是无法避免 因为中国一定会采取报复性的措施 所以呢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这场贸易战呢 对于美国人来说又是不得不打 谁都知道这个自由贸易是最好的 那么打贸易战是迫不得已的 而美国认为是已经隐忍了几十年了 大量的这个好处都给了中国 而且给了中国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等待 包括中国加入WTO已经16年17年 并没有真正这个兑现 以前所做出的承诺 那些最基本的承诺都没有完全兑现 所以现在呢 当美国一再施加压力之后 我们看到刘鹤代表中国经济决策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他现在呢 在达沃斯论坛里面已经表示 今年呢将会有外界出乎意料的 这个没有期望到的这个改革的步骤在中国 比如说金融服务业的开放 其实这不是什么中共自己主动的改革 而是在压力下 被迫的要对16年17年之前所做出的 WTO的那时候的承诺 要兑现 只是兑现一部分而已 所以呢 我觉得中国官员太会吹牛了 把那些被迫做出来的事情都 说成是自己主动做的 好像是多不了不起的业绩 就连中国的双休日 这个权力也是在美国 在当年的那种压力下 是在90年代中后期 因为当时中国希望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 而且是永久性的最惠国待遇 所以当时的美国的商务谈判代表 就提出了根据人权 根据各方面的劳工保护方面的一些法则 中国应该享有双休日 所以中国从90年代中后期才有了双休日 所以很多的中国老百姓到今天还不知道 还要感谢中国政府 但实际上这恰恰是美国政府 在施加压力之后中国政府所接受的 夏教授刚才您已经谈到了 就是中美之间可能会爆发贸易战 因为美国川普总统即将进行双反调查 我们也看到在国情咨文中 川普总统说 他要淘汰一些不公平的贸易协议 要建立一种公平的贸易秩序 您觉得一旦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开打以后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自从川普就任总统之后 他这个正式的宣布美国要退出一些这个多边协议 比如说TPP 还有呢就是说北美贸易协定 它们一方面就认为这些贸易多边协议 本来就是一种不公平的 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 让有些国家趁机得利 而很多国家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实惠 而美国又遭受了一些损失 那么这些态度 从这些他退出一些国际条约 多边贸易谈判协定 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就是要改变目前的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格局 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就很快 如果中国进行报复的话 贸易战就会打响 那么说起来的话 对两方都有一定的伤害 这个有人讲 为什么川普总统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如果对美国也有伤害 对哪些人比较有伤害呢 就是对美国的低收入阶层 比较有影响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大量的生活用品 都是比较廉价的 在这个大的商场超市 大量出售的都是中国的低端的中端的产品 那么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 用不多的钱可以买到生活中常用的日用品 这个当然是产生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按照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的 就是叫消费者剩余 有了这样的消费者剩余的话 那低收入阶层就有可能更多的去享受一些 他们本来不太可能享受的 比如说节假日 到海外或者在国内度假 或者在外面去餐馆吃饭 所以不光是低收入阶层 中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 也是享受到很多的这样的消费者剩余和好处 但是一旦美中贸易战开战之后 这样的这个消费者剩余就可能减少 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讲 可能会有明显的这种利益上的损失 对于中产阶级也有一部分人感受到这样的损失 但是对于富裕阶层来讲 这个关系和影响并不大 而且美国能输得起 或者这样能扛得起 能扛得起呢就是说 因为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那么创新产品 新的专利发明 很多的这种产业的引导性的东西 都是美国发起和带领 所以美国即使跟中国没有贸易 也不至于说美国的经济就无法生存 而中国不行 因为中国的经济 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经济 那么国际经济主要是依赖于 像美国欧盟日本这样的一些大的经济体 如果这些大的经济体都对中国说不 这些国家 这些经济体已经宣布 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所以陆续的就会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的惩罚 制裁措施 所以如果中国要打贸易战 其实针对的不是美国一个国家 而是要针对欧盟 针对日本 也就是对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都要开战 如果这样做的话 谁是受孤立者呢 当然是中国 如果中国说离开美国照样能够生存的话 那么离开了欧盟日本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后 它的生存就比较困难 所以说再加上中国目前 最近这十几年都是处于一种倒退 就是说我把它称为一种计划回归的这种趋势 就是逆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做法 慢慢的就回归到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代 这样的经济显然是不能够支撑太久的 而且中国的老百姓 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制造商 现在对中国的未来都是迷茫的 没有信心 很多人都希望把自己的资产和产业转移到海外 但是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 不希望他们离开 我们看到川普就任总统之后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吸引外国投资者 也吸引美国自己在海外的投资商返回美国 最近的一个明显的案例就是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把大量的制造工厂撤回美国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2500亿美元的投资 同时增加几万人的就业 所以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讲的话 对国家利益和美国的经济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而且不仅仅这一个案例 还有很虚虚多多的可以带动很多外国的投资者 和美国的商人 越来越多的向美国本土来回归 所以美国的企业所得税从原先的35% 这次经过改革之后可以下降到21% 我相信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提升 将来这个企业的企业税率还可以继续的降低 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边 很多总统竞选人 还有国会议员都提出 要把企业所得税降低到15%左右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 在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中 他提出了移民政策 他提出四个资助 那么川普总统的新移民政策 会对中国的移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川普的移民政策被很多人严厉的批评 包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华人群体有很多不满 比如说过去留学生最常采用的 就是H1B抽签式的这种 就是由于有了工作机会 然后抽签成为美国永久居民 这种做法是川普坚决反对的 他认为这种就是像在赌运气 而不是根据一个人 他自己的这种才能 以及公司对他的需要 所以他是希望 不是笼统的反对移民 或者技术移民 而是反对那种 以遗传基因 或者以某一种运气 来带来移民的机会 他认为应该是凭自己的才智 自己的技能 以及你对美国能够做出的贡献 这种潜在的前景 能够让人家选择你 所以在这个方面 就是要加强移民方面的一些技术甄别筛选 而不是说仅仅凭运气 或者是像很多拉美裔的那些儿童 他们一旦移民到美国之后 就成为那种所谓anchor child anchor child的意思就是说 anchor这个词汇原来是传的那个毛 那个毛抛在什么地方之后 就能让那个船趋于稳定 那么一个孩子如果在美国移民了 那么相应的他的父母就要来监护他 那父母来了以后 又把他的这个家里边的其他的兄弟姊妹也带来 这样的话呢 再把自己的这些旁系的亲属也带来 所以往往一个anchor child能够带来12个 甚至24个 就是一打还是两打的这种亲属的移民 所以这一点的话 跟美国的那种择忧的 或者是有倾向性的吸引一些人才 这个政策是有 应该说有很大的本质的区别 我们知道美国移民的政策 一向都是要采取吸引精英人才 吸引对美国有用的人才的这种战略 否则的话 你说如果从人道主义救援的角度来讲的话 美国能够救助世界上几十亿的苦难民众吗 我们知道非洲如果要讲 这个生活在赤贫中的这个人数 恐怕都有十亿左右 那么中国这个贫困人口数量也很庞大 至少有一亿人 然后像南美洲还有亚洲的一部分地区 中东一部分地区 如果所有的这些难民或者穷苦的民众 都要移民到美国 那美国就是六亿国家也不够 那还要再增加增加到十亿 那这样的话 美国的资源就会被慢慢贪薄 当然美国也没有打算成为那样一个巨大的国家 如果美国保持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人口增长速度 我们知道在四十年前 美国的人口还是两亿多人 现在已经是三亿 差不多接近三亿两千万 那么如果是三亿两千万的话 如果继续的很快的增长 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不堪重负的 非常沉重的负担 尤其是这些新移民 如果主要依靠美国现有的福利制度的话 那么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 对于美国为税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不公平的做法 共和党跟民主党在税收政策上 一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共和党包括里根政府提出的是减税 包括川普这回提出来 而希拉里提出来的是加税 对富人加税 但是目前川普总统的确提出来了 他的减税方案 并且力度又相当大 您认为他这个减税方案 会带来美国经济的繁荣吗 我们知道这个里根总统 在80年代采取的是保守主义的这种经济政策 被称为里根经济学 最主要的是采用了这个供给学派 就是用供给管理方式来稳定国家的经济 尤其对税收政策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 大家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拉夫区训 拉夫区训是来自一个经济学家 那么他画的一张图表明 有的一般老百姓会认为 或者讲一些政府官员经常会认为 把税率定的高一点 政府的税收收入就会增加 政府就有实力来为老百姓办事 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就是当税率过高的时候 实际上能够获得的税收反而会减少 它就像一个抛物线 那个最高点就是它是有个临界点的 也就是说当你税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老百姓不堪重负了 那个时候就会想尽办法逃税避税 那么最后政府想了很多的办法 还没有办法获得很多的税收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税率越高越好 有的时候降低税率反而能增加税收收入 这样的话我想现在川普总统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比如说把企业税大幅度下降之后 那么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到美国本土来办场 那么这样的最终的结果当然是会使税收收入增加 让美国政府有更多的经济实力来办事情 所以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里面的思路 被用到这个总统的施政之中 是非常好的做法 这种做法呢 对80年代的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包括当时已经开始展露出出茅库的川普来讲的话 就已经感到了这种魅力 所以他至今仍然是认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就是里根总统 他也是力图仿效里根总统的一些做法 那么这些政策呢 我想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很多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 虽然中国政府嘴上很硬 觉得说官方媒体还批评 说这个做法不负责任的做法 但事实上呢 给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美国政府这样大幅的减税 企业都往美国跑的话 那中国政府抵挡不住啊 所以中国政府我相信 在今年两会期间 多多少少也会做出一点姿态来 表示出要对企业 对这个纳税人的一些优惠和关注 我想这也是一个副产品 也就是美国的税收政策 居然可以影响到世界 尤其是能够影响到中国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甚于刚才讲到移民政策 对中国一些新移民的影响 或者是对中国那些留学 打算留在美国的青年来说 他们觉得越来越困难了 其实呢 我鼓励这些年轻人 不要这么去想 而要从积极的层面去想 就是说 美国始终是需要一些高精尖的 或者一些适用技术人才 你只要真正的去想办法去 创造这些价值 填补空白 你是有机会留下来的 不是说不可能 所以呢 你看看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 累积是几百万 大约有三百多万 那么三百多万里面 真正回到中国的人 其实可能也就是一百万左右 相当大的 如果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恐怕就有大约有两百万人 是留在了这个美国 因为现在留在美国 现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的华裔人口 来自中国大陆的 这个有五百多万 这五百多万人里面 我相信有相当大的一个主体部分 应该是来自这个当年的留学 留学生留下来 所以这个现在呢 他们已经成为美国 这个社会中的中间力量 有的还进入到政界 或者是学术界 都非常有影响 那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八十年代 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 现在呢 条件比过去要好得多了 为什么这些年轻的留学生 他们感到悲观呢 失望呢 他们把这个自己的一些不满 都迁入到川普身上 我觉得不要去找别人的原因 要找自己的原因 要想办法 能够通过自己的才智 通过自己的能力 证明自己适合留在美国 我觉得大家 只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是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有几个事实乐点 想请您点评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英国首相特利沙梅 正在中国访问 也有朋友称他为梅宜 正在访问 那么呢 他对一带一路 好像并不是很看好 您对他的访问怎么评价 首先我觉得英国呢 这个过去在20世纪 19世纪都是世界 这个应该说 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引领世界潮流的吧 日不落帝国 但是在20世纪下半夜之后 慢慢的他的这个影响 以及他的实力都慢慢的下降 最后被美国完全的取代 所以呢 现在来看 英国呢 他离开了这个欧盟 离开了欧盟之后呢 他想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同时这个经济上 他这个社会文化方面 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 当然他也很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这个 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合作 过去这些年也有了很多的文化 贸易方面的交流 但如果要叫英国完全放弃自己的价值观 更多的去 按照中国的意图去行事的话 这点英国也难以做到 因为当年有过一个历史性的教训 大家都还记忆犹新的 就是当年的英国首相张伯伦 对希特勒 对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 最后呢 造成了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我想英国人 政治家战略家们 如果看到这一点 应该想 这个中国是不是当年 正在崛起期间的 那个纳粹德国那样的一种形式 逐渐的对世界进行渗透和扩张 所以呢 我想英国在这个方面 应该做一些努力 来这个制衡或者制约这种势头 那英国呢 其实是可以跟美国一道来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英国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就是说英国呢 它天然的就具有向外输出文化语言 这个产品的这种功能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王英语 英国伦敦英 是一个重要的输出产品 很多这个受过普通教育的英国人 就可以到世界各地教授英语 甚至过去有很多人 聘请正宗 讲正宗伦敦英的英国人 到家里边当家庭教师 另外英国的管家也是世界文明的 还有呢 英国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的 像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输出品 输出到其他国家 也是重要的这个出口外汇来源 还有呢就是说 他们自己办的一些很好的学校 比如说英国的贵途学校 伊顿工学 哈罗工学 都是吸引全世界富人 权贵们的子弟 到那去留学的一个重要的吸引机构 还有像牛津剑桥 伦敦大学 爱丁堡大学 等等这样的一些世界文明的 有着优厚传统的这种大学呢 会吸引相当的人去学习 所以英国呢有一些是不可替代的东西 他有传统上的一些这个遗产 是值得骄傲的 所以我想呢 英国在这个一带一路 这个战略方面呢 有自己独特的审慎的立场和态度 是非常值得肯定和欣赏 他不上这个当 他也不想得到这些现实的好处 当然其他的好处还是应该得的 比如说如果在建立在公平自由贸易基础上的 这个中英贸易 以及文化交流 还有其他方面可能的合作 那么英国也都愿意去做 但是英国呢 大家都知道英国人传统上比较保守 有一种绅士风度 所以这个传统的文明 欧洲文明这种 总是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今天呢 我想英国这个传统呢 会不会对这个崛起中的中国 有一些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说能够让中国的一些精英阶层 学习他一些宝贵的东西 而不是那么浮躁 盲动 这一点呢 我想有很多的启示 那要看中国人会不会选择了 所以这个英国 它是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这几百年的传统呢 对整个欧洲 对世界的影响都很大 甚至在根本上塑造了 美国的基本价值观 和基本的文化 因为美国呢 原来它的最初的 这种政治文明的基础 就来自英国 我们知道英国大宪当运动 影响了很多国家的这种制度变革 也影响到了美国新制度的建立 所以我想英国呢 在这个这些方面 如果能够做的 能够有一定自己的判断 独立的这种立场和思考 会对其他很多国家 产生深远的影响 您知道王岐山呢 一直是一个焦点人物 十九大上他没有流论常委 所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呢 就是说他可能十九大以后啊 在这个十三届人大上会有新职 另一种说法呢 习王之间在斗 最终习近平把王岐山干掉了 现在呢 王岐山又当选了人大代表 那么您对他的仕途怎么看 我看到最近一些西方主流媒体 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都在报道 说这个现在有一些 接近中共高层的 所谓消息灵通人士 说这个王岐山可能担任 国家副主席 还有人说这个习近平请他 来主持对美的外交关系 和贸易方面的一些政策 因为这些呢过去 恰恰是最棘手的一些问题 这些难题是王岐山 曾经专门做过的 包括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这个都是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可能性是存在 那么现在也有另外一种传言 有的人说现在这个国家副主席 不一定是王岐山当了 现在这个高层的博弈非常的激烈 有的人说可能是王沪宁当了 所以这个传言很多 但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觉得王岐山如果当国家副主席的话 可以说是明治实规 实至明规 就是说他真的是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资历 有这个影响 如果是王沪宁来担这个国家副主席 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呢从名望上 从实际操作的能力上来讲 他不是那么明显的给人家一种确信 那么如果把副主席 当做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花瓶式的摆设 那么谁当都可以 如果真的是想让这个国家副主席 赋予一定的实权 而且真的是能够在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面 发挥重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角色恐怕一般人不能够胜任 也就是说王岐山可以胜任这个副主席 而王沪宁却不一定能够胜任 因为讲的是从实权的角度 实际影响力的角度来讲 所以呢到底究竟最后由谁来担任 那等到三月份我们才能够知道 但是我想这个高层博弈 也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了这各种权力 这种派别 虽然讲共产党在维护统治方面 他们都是一致 镇压人民 镇压这个意义思想的方面 他们从来都没有收容过 但是在争夺权力和利益本身 他们自己内部还有的深重的矛盾 生来夺去的 所以这点呢 到对我们来讲不是有太重要的关系 甚至有些人说 选越烂的人担任高级职务越好 何必你非要让那些有能力的人去担任那些职务呢 有能力的人可能会让共产党的统治延续的更重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的看法跟他们相反 因为共产党的统治如果有一天还没有崩溃 那么真正在这个统治下生活的更多的十几亿中国人 他是切切实实要受到影响 如果有能力的人在经济上治理的好一点 那么老百姓所受的苦难就会少一点 当然也有人说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说要把老百姓逼得没法过日子 十几亿人都没法活下去 那共产党不就跑得快了 虽然说是这么说 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这种激愤的心情 但如果你自己本人 你自己的家人在那个环境下生活 你是希望生活宽松一点 好一点还是希望糟糕一点 希望明天这个国家就翻盘 这个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理想化 所以我们虽然从革命者的角度来讲 希望变革越快来临越好 但要是从民生的角度来讲 还不是希望他一下子一夜之间 就把这个秩序全部打乱 然后完全老百姓没法过日子 这点我们也不散 再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张灵您知道著名的民运人士张灵 他二十年前 他是从美国返回到中国 想开展民运 二十年后 他终于又从中国回到了美国 您对张灵有什么看法 对张灵我了解不算多 过去在网络上陆陆续续了解到 他在国内不断的坚持抗争 一次一次的被关押 他的生活 个人生活受到了很多的影响 包括他的女儿入学 被剥夺了正常教育的权利 小孩子受到倾吓 家人受到轻扰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了不起的一个 民运或者民主斗士 当然有的人说他当年回到中国 就是说要面对面的跟中共去抗争 甚至准备 就是做了牺牲的准备 这种精神确实是可嘉 但是从个人的选择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要是听我个人的建议 我个人倒不倡导 不鼓励这样做 我觉得你可以 如果你要坚持做 当然这是你的自由 这是你的权利 我觉得就是说 需要有些人在国内进行抗争 但是你一个人的力量 是相当有限的 能改变多少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坚持在国内抗争 那是一种道义上的那种胜利 或者讲道义上的这种影响 比如说刘晓波成为一个寻道者 我们大家都非常敬佩晓波 但是我们曾经作为朋友 劝过让他早一点离开 哪怕是到美国来保外就医 哪怕是到美国来避难 但是他选择走的是另外一条不归之路 所以这点我们在敬佩之余 也是感到晚期 如果是中国有那么多的志士们 都是这样的死去了 作为烈士了 那么对于后人来讲的话 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激励和鼓舞 但另一方面又给有些人 一种负面的激励的榜价 效应 就是什么效应呢 就说你要搞这个革命要搞民运 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下场 我们看到了这个彭明死在狱中 王炳章恐怕这一生也没办法走出监牢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一个一个的案例 包括前几年死去的陈子明 也都是为了民主的理想奋斗了一生 我在三十多年前就认识刘军宁 刘军宁跟我经常是相互激励鼓励 他很早就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不要当烈士 我们一定要活得好和活得快乐 我们不要让敌人 我们的敌人来笑话我们 来看我们的笑话 我们一定要要有理想 要有这个抗争 但是我们自己要力求让自己活得好 能够活得活下去 活得长远 所以这句话呢 对我影响很大 所以呢不是说你要苟且偷生 而是说呢要这个斗争既然是长期的 而且是非常残酷的 那我们要尽可能的保全自己的力量 而且我们要给整个的中国的民众 一个正面的激励效应 就是说我们抗争 但是我们结局不一定是悲惨 我们不一定非得死 我们要活着来看到这个政权的灭亡 我们要活着来结束这个政权 所以这些东西呢 应该让普通的人能够有这样的信心 有这样的勇气跟我们一道 我们采取有张有持的方法 来进行长期的抗击 所以我这个说这个话呢 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评论 而是一个一般性的观点 如果我说的有不合适的地方 我也愿意接受批评 观众朋友们 夏宜良教授为我们分析了 川普总统的首次国情之文 认为川普总统正在兑现他竞选承诺 和改变美国 他的减税移民政策 以及对华贸易政策 都将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 川普将中国放在流氓政权 恐怖组织之后 认为中国正在挑战 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这与美国的国家战略报告 和国防战略报告 一脉相承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宜良教授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